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这两位客人是一对兄弟 但是他们跟其他的兄弟有点不一样 到底不同在哪呢 我们先来欣赏一段他们的表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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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了小哥俩告诉我们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呃我是哥哥我叫陈大双啊我是弟弟我叫陈小双 大双小双那你们告诉我们 怎么比较方便能区分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这个啊其实啊我们两兄弟 仔细看的话还是有很多区别的 嗯比如说 嗯可以看我的脸要比他稍微要胖一点 还有还有一个最最比较大的一个特点 他就是 门牙少半颗 对对对少半颗门牙 啊真是 齐齐的鞋鞋子就切下一半了 对你是全的 我我完整的 啊完整的哥俩一块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大家以后就记住了啊一二三 关于我这个门牙这样的啊呃那时候还小不懂事可能就十一二岁吧呃那时候呢就是特别想看有一双寒冰鞋在家里放着特别想去划 然后当时呢就是又不太会嗯我就说让那个弟弟我说啊你帮我从后边推我一下嗯他说好 然后呢他推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太用力了一下就把我推倒了然后那个牙齿刚好就磕在我们家那个地板上牙齿当时就磕掉了一半啊 所以这这个坏人是这个人啊对就是这个这个其实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刻意说要要让他毁半颗牙什么的 节目开场带来这段精彩表演的是来自四川绵羊的一对特殊双胞胎兄弟哥哥叫大双弟弟叫小双两兄弟的降生本来给这个四川农村的家庭带来了久违的惊喜和幸福 可万万没想到这份幸福在兄弟俩两岁时便戛然而止而俩兄弟的身高永远停留在两岁 我挺喜欢你们俩的我觉得你们俩性格特好 你开了 谢谢 啊很活泼 能告诉我你们俩多大了 十九了 那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俩现在有多高 大概反正应该在一米三四左右 一米零三到一米零四左右啊 你们俩这样是比如说从小家里遗传吗还是怎么回事 这个没有事 反正我们祖上三代啊都没有出现像我们这种情况了 啊那你俩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个儿不长了呢 是在大约有一岁多快两岁的时候那时候发现的 因为那时候就发现和其他的童年孩子那身高差差太多了 当时就那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后来呢就是说呃我爸妈带着我们到成都的那边的一个大医院检查 那医生就说您这个可能就是呃基因变异什么的 嗯 当时说呃如果您说想治好这个病成功几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五 哦 包括那会儿本来我们农村家庭本来就嗯 没有就是没有很多钱嗯 就后来就放弃了 因为两岁突如其来的疾病 大双和小双身高永远停在了一米 因为身高问题兄弟俩甚至一度封闭自己不愿见人 因为身高的问题对于未来兄弟俩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呃在外边的时候其他小朋友看见我们他肯定会第一是好奇嗯 第二肯定会过来就会有时候有些不不懂事的小孩就过来游窩里 哎你怎么长这么矮啊什么的有时候他会说些特别难听的话嗯 就说那时候小时候我们俩脾气其实挺倔的嗯 他说我们我觉得他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两个那时候小就觉得我们可以动动手和他打一下嗯 当然是有打打是肯定不一定打得过 反正我记得后来一样小孩的爸爸妈妈过来 嗯说他就说你看叫你们吃饭 又如果不吃饭你就长他们这样 这啊反正听到就反正以后 那从那以后就是见到陌生人啊嗯反正就就不敢见就躲着 在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心里都很阴暗的就很自卑嗯不见陌生人这样的嗯 因为身高的问题对未来不再抱任何希望的兄弟俩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启了自己的演艺之路 从胆小怕事的孩子成为如今在舞台上自信乐观的兄弟俩 兄弟俩究竟有着怎样传奇的人生经历呢 八岁的时候那时候是呃一个歌舞团那时候一个就是他大大棚民间演出的那种歌舞团嗯在那个在我们一个我们那个旁边一个镇上对镇上一个亲戚的家旁边嗯演出 然后那时候呢呃我的亲戚又知道我们家里边我们两个的情况嗯就说让那个歌舞团的那个呃团长啊说呃呃来过来到我们家来看一下我们两个这样的嗯呃呃当时呢那个歌舞团团团长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很怕 第一时间想的就是他是不是要把我带走啊什么的嗯坏人啊就特别怕嗯然后呢他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呢我基本上就是拉着我爸的手躲的躲掉我爸的后边就不敢见他那种反正就一直说我不想去 那后来是又发生了什么让你们愿意去进表演团队我们的亲戚来了很大一堆人嗯就是开始给我爸妈做思想工作 爸妈反对的主要理由是什么肯定是舍不得主要是舍不得第二呢就是我们太小他肯定不放心我们我们那么小就出去和人家的嗯开始的时候呢我那个歌舞团团长也没说呃让我们马上跟他走他说没事呃呃我不是他说他不是在那镇上演出吗他说您我们两个又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表演啊什么的您说他说可以先带这两个孩子嗯去他那看一下嗯对呃呃当时去了有两两次吧 我其实那时候觉得很好奇然后团长又一次来到我们家嗯呃那时候他就问你们俩觉得这个好玩吗那时候我就特别的好奇了我说嗯好他说也没兴趣学嗯他说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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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他说你慢慢来现在你还小我可以带可以你先跟着我玩不让你学嗯他这样跟我说的呃后来商量结果 是这样的是说呃呃让我奶奶先带着我们俩跟着他嗯呃呃去尝试一段时间嗯看看到底怎么样嗯后来呢我们两个就是跟着跟着那个团长走了后来是我奶奶跟着我们带了我们快半年半年半年多对之后奶奶觉得嗯他对我们两个很好他很放心后来呢他就回家了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走上这个道路经过亲戚介绍 大双和小双加入了当地的一个演出团体开始了拜师学艺的生涯从小没有接触过任何表演的兄弟俩第一次接触表演发生了怎样的趣事兄弟俩人生中第一次登台表演又是否顺利呢第一次登台是几岁第一次登台应该就是八岁八岁半第一次登台应该印象非常深啊对因为 啊我们就是很胖嘛很胆小又上台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你啊都特别害怕嗯当时怎么说呢老师就是鼓励我们就说你上没事啊然后我是害怕他说没事那你就在舞台边上我不要不要求你就是去中间要舞台边上然后就坐在舞台边上给你一个小乐器就那个杀锤啊然后你说你在边上跟着他们打跌走上摇就可以了嗯我说那好吧然后我们来兄弟就是 被怎么被抱上去的都不知道上去过后就一直闭着眼睛就变成他们摇摇摇摇摇一首歌完了过后反正就一从头到尾就是没有睁开没有睁开过然后就被抱下来第一次上台然后就是老师说啊还不错还不错以后继续这样上台有没有让你们就是这个望而却步啊你第一次只站在那边上摇摇小刹锤都紧张成那样了这以后还敢登台吗他是这样的 他是肯定很怕但是没办法最开始失误的意思就是说让你锻炼我们的胆量你想你如果你得走上演艺这条道路你练最起码的观众你都不敢面对你怎么去表演所以最开始的那段时间都是练胆量 练胆子对我基本上就是从边上然后再到一人一边然后再到中间就是慢慢慢慢练出来了练练出来然后后来终于可以站在舞台中间表演了对 兄弟俩第一次的舞台表演在懵懵懂懂中结束了自此兄弟俩跟着师傅开始长达十年的学艺生涯兄弟俩在学艺途中有苦也有甜可是兄弟俩却从未放弃每一天都刻苦训练哥哥甚至在一次演出中意外受伤 我在找哥哥脸上的一个你笑一笑我看看是不是那边有一个酒窝 这啊嗯这是这样的这个是个人工酒窝吧对吧应该我就想问这事这样的是呃那时候在外边演出呃我们上台那时候那舞台很高我们两兄弟就是没办法就是上去得有人抱上去嗯嗯 当时那个人抱我的那个人呢他刚刚把我抱在那个舞台边上我都还没站稳都还是身体还是斜的他手就松了 去抱我弟弟等他反应过来就是我都开始往下坠了就是刚好呢我弟弟也在下边 他呢他呢看见我掉下来他想用手就是帮我拦帮我拦下面免得摔到脑袋什么的但是还是没办法嗯还是有还是露了一部分脸 给撞在那个一个小小的物件上面了当时就把这个撞出一个凹凹形的那个状态了就那样的又一次脸着底啊哈哈哈这哥哥怎么那么倒霉啊不知道 但是好在这次弟弟算是救了你一把嗯反正我就是看倒下来反正我就就顺手我能能拿出挡的我就用手嗯我看头因为那台阶啊有物件很尖锐啊我不挡一下肯定会受伤 初登舞台只是一个配角待在角落里的两人依然紧张不移不过兄弟俩真正作为主角登台表演的是一段相声当兄弟俩真真正正第一次成为舞台主角时又发生了哪些趣事 那时候我们学相声就那时候什么呃从来不说什么还要用感情啊那时候都不知道 这可我都就是死尽一背把它背住反正你一句我一句嗯就是这样对第一次上台那时候呃就是慢慢的往中间走然后怪害怕了当时是这样的脑脑袋里面想就是他他说完这句台词该该到我了我该说什么说什么哦他说这句啊该我轮到下去了对啊然后特别有的时候呃那时候我记得比较深刻的就是说在舞台上面他说完这一段之后可能是他忘了他没有说那一句然后他一停了 他看着我然后我也看着他我然后然后我们俩不知道不知道该干嘛了幸好也没法接了没法接因为那时候就是不会老子也不会转反正就懵了就当时他他不说我怎么办我提醒一下了但是那么多人我怎么说 然后后来后来老师后来老师在后面就是就这样我我然后面就瞧瞧说 这一句让他接着这样 嗯好就是后面点了一下才回来了现在那时候反正我们就全靠背啊就你一句你完了然后脸部表情也没有那么丰富就特别僵硬嗯嗯 好尴尬哩现在应该没这问题了啊现在吧 在剧团的兄弟俩每天都在坚持训练兄弟俩的记忆也突飞猛进八岁离家到十八岁出师跟着师傅度过了自己的整个少年时期 经过了多年的成长和历练身体异于常人却异常懂事的兄弟俩从刚开始上舞台时的手足无措到现在的淡定从容 一路走来背后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和辛苦 今天的节目现场兄弟俩决定重现当年的那段相声 让大家看到十年间一路走来的兄弟俩的成长和多年 下雨怎知道接下来我为大家来一段仰山好汉替天心道话说这行 干嘛啊您这是你这是啪唧啪唧说什么 嘿嘿我说评书啊说评书对啊 哎呦照你这样子说呀一辈子都火不了哦 我也不想火啊 不是我没那机会机会啊 我就是机会啊想火你找我免费为你包装 哎呦真的啊那你说怎么个包装粉 哎呀这样我有一个新创意 在你刚才说了评书里差一点广告 哎停啊啊打住吧你还差广告呢啊 你不知道现在朋友们有四大讨厌吗 什么四大讨厌 这都不知道不告诉你啊啊 货摊板上人行道各厅半夜嗷叫 向上不斗自己笑电视剧里插广告 嗨那是他们插的不巧妙 要是我在你的评书里插广告 保你夜走红 明天一早你将与明星齐名 和大腕同步 嗯星光耀眼多人耳目 风度翩翩别有风度 不敢说你是妙龄少女的偶像 也会成为中老年的偶突对象 哎说什么 嗯这样 嗯你还说你刚才的评书 我站你身后 我一拍扭停再一拍 接着说 哎那行那咱们试一下 哦行 话说五宋 我刚刚才说呢 您就拍我呀 不插广告 您能火吗 哦 您您继续您继续啊 哎朋友们广告告后不要走开 谁的评数最精彩 谁看超级大帅彩 话说五宋五二郎 这天来到阳谷县境内 见前方有一小酒馆 酒其实有面不来 抬头一看 其上有五个大字 北国夜总会 北国夜总会超强的设施 一流的服务 您在灯红酒历中享受 您在清歌漫舞中陶醉 欢迎光临 北国夜总会 哎我说到哪了 五个大字 对 其上有五个大字 北国夜总会 不是不是不是 是三晚不过港 不好意思啊 五松走进店内便高深交道 店家拿酒来 小二连忙端来美酒顿时酒香四溢 五松当然便是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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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中国人和中国的XO 喝了一碗又一碗 喝了贵人圣宝 他好 我也好 一辆喝了18碗 五松的脸也是微微泛红啊 这 咋样哥们脸这么红 你叫人给煮了哎呦 没事感冒发烧感冒发烧 我有绝招 这一幅分吧 这五松拿的 你有啊没完啊 您这是五松打虎还是您打我 不不不不 不查广告没笑意 怎么包装你 不是您这道理我也明白 这样 您让五松先把老虎打死行不行 嗯行 打虎之前没广告了没广告啊 行 这五松拿起棍棒直奔紧阳岗 大约走了四五里路 五松便绝叫酒精上头 浑身不适 突然耳边恶风起来 从树林中串出一头斑斓猛虎 这头虎头似白虫 眼赛铜铃 张开血奔大口 露出尖牙利尺 这口牙 牙好 先点好 先点叭棒 前面玩 哎哎说说说什么 我被你给绕进去了 我 这五松抓起老虎的顶瓜皮 是举拳变打 老虎呀 要死要活 快讲快讲 我让你说出来 让你说出来 蓝颜之影 一天了之 荣昌康泰 贴肚脐之痴症 专治 内治 外治 混合治 拥有这次好福气 我去你的吧你 谢谢 那现在你们俩还一直在剧团里面表演吗 没有了没有了因为剧团在2004年就解散了对其实那时候剧团解散了 我们一直跟着师傅然后陪他们去各种地方演出在2014年的年初那个时候我们就离开了师傅属于出师了就自己就是说自己出师了 去外边闯荡这样的 学艺十年 2014年兄弟俩决定拜别师傅自己闯荡 兄弟二人首先来到了云南丽江希望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可是事与愿违兄弟俩到丽江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工作 兄弟俩决定到酒吧碰碰运气 奔波数日最终被一家酒吧录用了 可是好景不长因为兄弟俩的表演和酒吧文化格格不入 最终兄弟俩被辞退 现在的兄弟俩回到四川绵羊老家靠接一点零散的商演生活 其实这也是兄弟俩今天来节目的目的 究竟兄弟俩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大双小双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有什么诉求告诉我们 可能说可以这样说走上更大了舞台让自己能够更好表演 你们俩的观点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离开师傅后 独自闯荡的兄弟俩 对于两人以后的事业规划出现了大的分歧 节目组通过整理后 总结出兄弟二人对未来发展的主要分歧点 针对KT版上所列举的内容 大双和小双又会作何解答和选择呢 兄弟俩都很关心他们下一步的艺术的道路或者是生活的方向 但是两个人意见发生了分歧 分歧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请看两个题板 哥哥陈大双的未来发展目标 发展地点是北京 工作是希望加入专业的演出团体 原因有两个 第一演出机会多 第二演出费用高 这是哥哥的心愿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有关你的发展目标 我认为 在北京这边可能就是说 比我们四川那边就是 从事演绎的这方面的人肯定会多很多 如果可以的话 也许我们还会找到更好的老师 为我们指导 教我们一些 如果真的就是在家里边 就是在我们的四川那边 就是说 靠自己的话 可能就是说 有点像井底之蛙这样的感觉 我认为出来 出来到北京这边来发展 是个很好的方向 可是弟弟对此表示反对 你的选择是 回四川 工作呢 还是想做自由职业 原因也是两个 第一时间自由 第二和家人在一起 对 你特别看重 这两个理由 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们现在阅历不足 但是四川虽然说没有就是很多机会 像这种 但是可以让我们在四川有很好的经验 该怎么应对 让做足充足的准备 然后再去 而且离家庆 现在爷爷奶奶老了 父母现在上班很少见面 所以离家庆一点 以后能够有演出 然后去 然后有机会也可以学习 虽然说四川没有就是说 很多学院啊之类的 但是很多民间艺人 也有很多厉害一点的 我们也可以重重学习 因为我觉得现在不急 就是不要去那么更高 更大的舞台 我们现在就是把自己扎实了 有充足的准备再去 我觉得不迟 对于是留在四川老家 还是出门闯荡 兄弟俩都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和原因 在节目现场 每位观察员手中都有一个手牌 手牌的两面分别写着 哥哥和弟弟的名字 观察员支持谁 就将谁的名字 面对镜头举起来 面对兄弟俩的意见分歧 现场观察员又会支持谁的选择呢 好 三位观察员 如果你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的话 现在请举牌 好 如果我们有理解错的话 三个人给了我们三个不同的选择 这个很出乎我的意料 一位选择支持小双 这个小伙子支持哥哥大双 而吴大爷 他这个举牌的方式 我只能认为你谁都不支持 好 三位请分别阐述理由 儿行千里母担忧 我是不愿意我孩子走出那么远近 我担心呀 俗话说得好 父母在不远游 可俗话又说了 好男儿志在四方 所以我比较支持大双 大双小双 吴大爷说一句心里话 为什么大爷都不支持你们俩了 因为你们俩的优势 按你们俩的选择都没了 你们俩是双胞胎 不管将来发展 都应该在一起 结果你们出现一个 大爷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一个选择回家江四川 一个想留到北京 我想这个问题 你们俩一定要 不管在哪 你们俩不能分开 一聊之外 三个观察员 给出了三种答案 并且都十分坚持 自己的选择 节目组为了帮助兄弟二人 解决现在的意见分析 请到了一位特殊嘉宾 吴小丽 身高1.12米 第一袖珍女歌星 入选世界上身材最袖珍的 女歌手吉尼斯记录 现任中国袖珍人联谊会会长 中国校企网特聘经理 中国袖珍人皮影团团长 吴小丽的到来给兄弟俩 带来了怎样的帮助呢 小丽你好 咱俩是老朋友了 对 你现在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主要的工作我有两块 一块是袖珍人 中国袖珍人联谊会的会长 还有一块是 兼任中国袖珍人皮影团团长 既然我们今天请来了小丽 我想站在小丽的角度应该更能理解兄弟俩的想法 无论是作为双胞胎 还是说他们这样的一个状况 能不能从你的角度给兄弟俩一些你的建议 首先我觉得他们两个啊 这个组合很难得很少 我称他们是袖珍王子 组合 长得也帅 很帅很阳光 我个人来说 我是欢迎你们来北京 因为以我的经验 我原来在老家的时候 我学习的机会都差点剥夺了 小丽是怎么走上歌唱这条道路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秀珍朋友都有自己的曲折的故事 都有些坎坷 都经历了风雨 我是因为先天不足 我母亲摔倒了 就把我摔出来了 当时我只有一斤八两重 后来我也因为个子特别矮小 生长技术缺乏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 报名的时候 那个时候只有暖屏那么高 去报了三年名 那个学校里没有收我 后来是我母亲带着我 跪地跟那个老师跪地求学 结果成功了 但是这一路走来吧 小学的时候是成功了 但是到了中学 一直读到中学的时候 到高中的时候 又遇到了坎坷 就是因为我的个子 那个时候才九十多厘米 就跟大家小时候他们差不多 还没有他们这么壮 高中的大门又向我 那个那个 又又挡在门外 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苦闷 就要崩溃了 我曾经想放弃生命 但是 我的母亲 她拯救了我 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也想 母亲把我养育 这么养育这么大 我没有报答她的养育之恩 我总不能让她白发人 送黑发人吧 所以我就想 为了我的母亲 为了我自己 我要好好活下去 要另外找出力 对 后来我那个 邀请我母亲 带我去找了工作 我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一个登剧场里插铁秀 但是虽然那个工作很艰苦 但是那个集体很温暖 我很幸运的是 里面有一个同事 他曾经是小学的音乐老师 因为一直在工作的时候 大家都很帮助我 很照顾我 我呢 就很感谢他们 我平时休息的时候 就给他们唱歌 结果被这个音乐老师 发现了我的音乐天赋 所以他就跟我说 上海举办首届吉尼斯 比赛 他就鼓励我去参加这个活动 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出过 我们家那个浙江京华 那个小县城 然后我 我说我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我怎么可以去比赛呢 那个老师他特别好 他就跟我说 他说小练 他说上海是东方的巴黎 他说你到现在 你说你没有离开过 我们这个老家 也没有去过上海吧 我说没有 他说你呢 这次去比赛呢 组委会呢 吃住行全部包的 他说你就当一处去见见世面 去旅游一次 去见识见识 这一去 对就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如果不去王老师 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 是的 所以后来就变成是 算是走上了歌坛哈 对对 他们两位才18岁 可塑性还很大 我刚才看了他们演那个镜子 如果他们有机会到北极来的话 以后可以触电 可以演电影演电视 像我们团里的朱洁 因为他到了北京来以后 他以前也是跟着当地的文艺团体 到艺术团到处演出的 他就到了北京来 不到两年他拍了44集的电视剧 人家现在出场费6位数了 知道吧 我不是说我是有励志的 我用事实来说 我觉得他们可塑 他们如果愿意留在北京 我可以帮他们联系 专业的文艺团体 相关的 也有一些残疾的艺术团 他们很专业 而且他们业务量也很大 而且那个团长也很有爱心 所以我想 大双小双如果能到这样一个温暖的团体里面来 他们的工作 学习 还有这种家的温暖 都能感受到 北京欢迎你 面对吴小丽 希望兄弟俩来北京的意见和劝书 小双是否会同意哥哥大双的意见 到北京发展两人的演艺事业呢 小老师说的我都知道 我也相信 这些小老师说的都能够实现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小 我们总觉得自己应该再历练 历练几年 准备充足我觉得再去应该也不迟 哥哥有没有不同意见 这样的觉得就因为我们年轻 他更应该去尝试去选择 大双小双兄弟俩的表演特色 和优于其他人的地方 就是两个人是双胞胎 是两个人在一起表演 兄弟俩在一起才是最完美的选择 可是弟弟小双还是坚持 自己在老家四川的想法 不愿意到北京去 难道兄弟俩的组合就此要分到扬镳吗 两人还能否达成共识呢 坦白来讲如果我讲个人的意见啊 我愿意接着刚才这小伙子讲的这句话 好男儿志在四方 什么时候该学什么时候该闯 我觉得在你想的时候要去做 因为只有做只有学 才能去开创自己的未来 至少我们要有勇气去试一试 你不是怎么知道呢 我是觉得这两件事啊 不是那么的冲突 不是那么绝对的冲突 他或许可以用一个方式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个人的建议啊 在你们这个年纪 我想跟小双说 学艺也好 出来床也好 并不算晚 并不算晚 可是是不是长年 或者几年都在北京待着 不回家呢 我觉得不一定 现在交通很方便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跟家里面 无论通过电话啊 网上视频呢 或者回家去看一看啊 我觉得可以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照顾到小双 对家人的这些想念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当然最终还需要兄弟俩 我希望你们俩能够 看着对方的眼睛 告诉我们谁愿意 谁更愿意听谁的意见 面对现场嘉宾的劝书 主持人的开导 究竟最后 弟弟小双 能够改变自己的想法吗 弟弟小双 会做出让步吗 两个人未来 还能在一起表演吗 我会好好考虑小双 老师说的 然后还有包括我哥的想法 反正怎么说呢 我哥说的一些我也知道 就是他想吹吹 包括他内心怎么想的 其实我都知道 就是 但是总觉得自己不太 不太成熟一样 不想到处跑 对自己还不是特别的自信 对 今天小丽老师在这 要不要给他们一个机会 表演一下 尤其是你擅长的 比如说演唱 让小丽老师 他来告诉你 行 应不应该对自己 有更强的信心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把这个舞台 把这次特殊的表演机会 再次给你们两个 莫名我就喜欢你 深深地爱上你 没有理由 没有原因 莫名我就喜欢你 深深地爱上你 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有些会让我亲的夜 陪我度过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有些会让我画的手 在风中颤抖 莫名我就喜欢你 深深地爱上你 在黑夜里 我倾听你的 声音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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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俩表演完了 我想请小丽老师 给他们俩的表演 做一个简短的评价 然后简单地规划一下 如果他们要从事 演艺道路的话 应该如何定位 或者怎么发展 才适合他们 首先他们刚才的演出节奏很好 另外他毕竟因为没有正规学过 他唱的是大白赏 是吧 但他情感还是蛮好的 很像你最爱人学歌 那个状态 大白赏 但是我想 我欢迎你们来北京 学习工作 另外呢 我再给你们一点建议 就是以后在唱歌的时候 最好多唱一些励志的歌曲 把你们的正能量传递出去 因为你们很阳光 很帅 所以把这个正能量传出去 行 谢谢小丽老师 谢谢小丽老师 我想今天 确实我们不去帮兄弟俩 做决定 我觉得可以 有更多的时间 你们回去自己商量 自己商量 我会认真考虑的 因为我们俩兄弟不可能分开 反正我们俩不会分开 对了 这句话是我最想说的 无论是最后谁迁就了谁 最重要的是 两个人要在一起 无论是生活 还是工作 事业 学习 这个是我们所有人 最大的期盼 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说 两个人在一块 是最有亮点的 我们从生活来说 我相信你们俩 谁也离不开谁 所以我们希望 无论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兄弟俩的生活 学习 包括未来的 你们的理想 都能够圆满 只要两个人 在一块开心 我觉得就是 最大的圆满 也感谢 几位观察团的成员 谢谢吴小丽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做特别嘉宾 也感谢兄弟俩 给我们分享 你们的生活 你们的才艺 你们的理想 也感谢各位收看 大型生活帮助的节目 让我帮助你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节目最后 这次的纷争 没有谁对谁错 每个人都有选择 自己未来的权利 我们只是希望 通过节目组的努力 使得他们未来 会更加顺利和完美 因为只有兄弟两人 在一起 才是最完美的表演 和选择 跟着希望的